Ciao a tutti, benvenuti al corso della lingua itali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相网校的意大利语课堂 我们一起先来复习一下 我们说字反动词的 它主要是由一个动词和字反代词构成的 如果我们一起回忆之前所讲到的 直冰代词和情态动词使用的情况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 当一个代词它碰到情态动词的时候 它可以有两种位置 一种是放在情态动词前 一种是放在情态动词后 那么冰语代词是这样 我们这边的字反代词同样也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上一堂课讲过了 字反动词在碰到情态动词使用的时候 我既可以把字反代词放到情态动词之前 也可以把字反代词直接连写在我的动词后面 也就是说情态动词加字反动词这么一个形式 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上一节课还给大家讲了一下 当我这个情态动词加字反动词的时候 我的时态如果是一个复合时态 也就是进过去是时候 我这个字反代词的位置应该放哪里呢 好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我们有没有讲过一个公式 它有四个部分组成 首先字反代词加上SLA的编位 为什么是SLA 老师这边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是SLA呢 非常好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字反动词嘛 那所有的字反动词必须要用SLA做主动词 所以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变得很简单了嘛 我们再来复述一下 有我们这里的字反代词加上SLA的变位 再加上情态动词的过去分词 情态动词的过去分词 再加上一个什么动词原型 什么动词原型 自反动词当中动词这一个部分的原型 然后就构成了我们情态动词 遇到自反动词的时候的一个复合时态的形式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复合时态的形式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上一堂课啊 老师给大家设了一个小陷阱 那关于这个小陷阱呢 我先在这边买一个关子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我们的直接变语代词的时候碰到情态动词时 如果要用到复合时态 我的直接变语代词可以放在哪里 我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说直变代词既可以放在情态动词之前 也就是变位动词之前 也可以放在什么 动词原型的后面跟动词原型联系在一起 我们说直变代词在碰到情态动词的复合时态的时候呢 它有两种位置 第一个位置是直变代词加上esere或者avere的变位 再加上情态动词的一个过去分词 再加上我们的动词原型 又或者呢 我们的esere或者avere的变位 加上情态动词的过去分词 加上动词原型 再加上一个我们这里的直变代词 就构成了我们直变代词在碰到复合时态的情态动词的时候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这堂课讲的自反动词和情态动词一起使用的时候 在复合时态的情况下 我可不可以怎么用呢 因为呢上一堂课老师只讲了一种形式嘛 所以这个问题我要抛给大家 大家来想一想 正确的答案是 当然可以这个样子啦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啊 要记住是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这样用 但是啊 我这里是必须有一点要非常非常注意的 因为我们上一堂课讲说啊 情态动词的复合时态当中呢 我们在后面如果是自反动词的话 前面一定要用sl来做助动词 对吗 那么当我这个自反代词 放在情态动词的复合时态之前的时候呢 它一定是放在sl的边位之前 但是呢 现在问题来了啊 当我这个自反代词啊 它如果不在情态动词的复合时态之前 也就是说不在sl之前 而是和动词构成一个自反动词这样一个整体出现的话 这个整体跟在我的情态动词之后的话呢 我前面的助动词就不可以用sl了 那我一定要用avere 是为什么啊 老师这边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 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这里的一个进过去时 其实是对我的情态动词来做进过去时 和我情态动词后面跟的这些动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具体的使用情况 我们还是通过例句啊 来给大家看一看 在句子当中 这个用法是如何来实现的 我们仍旧用上一节课所讲的那三个句子啊 第一个句子 我们在这边呢 对这句话来做一个过去式 进过去式 并且老师这里要求 要把这个自反动词 以一个完整的形式保留下来 保留在前代动词后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对potere来做一个进过去式就可以了 我们的助动词用aver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第二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主语是谁 那么第三人称付出 所以 好 第三个 我们来看主语是 noi 所以呢 我们这里的主动词用 abbiamo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 如果说 这个自反动词 只是以一个整体完整的一个整体的形式 跟在情态动词后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要做一个进过去式 就是一个复合式态的话呢 我只需要对前面的情态动词来做一个复合式态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这个助动词要用avere 不可以用essere 好 我们呢 这边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两堂课所讲的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说 自反动词和情态动词一起来使用的一个情况 我这里啊 还是用这三句句子给大家做了一个表格啊 同学们可以看讲义上面这个表格当中 这三句句子不同的一个形态 以及这个c 也就是我这里的自反代词 它的一个不同的位置 综合来说 我这里呢 如果说自反动词碰到情态动词来一起使用的话 我的自反代词有两种位置 第一是放在情态动词前面 第二呢 是以自反动词这个一个完整的形式呢 跟在情态动词后面 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了 对吗 那么清楚了这点之后呢 在简单实态当中是这个样子 那么在复合实态上面呢 我们有两种可能性 这个两种可能性呢 是我们跟前面的这两个位置是一一对应的 第一种情况 也就是第一种可能性呢 当我的这个自反代词是放在情态动词之前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复合实态的一个助动词必须要用essere 那第二种情况呢 如果说我这里的一个自反代词是以自反动词这么一个整体 跟在情态动词后面的话 也就是说我自反动词是放在词尾 也就是说整个结构最后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我这里只需要对情态动词做一个复合实态就可以了 这里的助动词必须要用avere 好 那老师就用这短短的几句话呢 给大家对这个表格的内容做了一个总结啊 那么我们趁热答题啊 刚刚讲过了这一个新的知识点 我们就立刻来看一看自己对这个知识点的把握和应用到底怎么样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巩固一下吧 好 那做完了练习之后 同学们感觉怎么样呢 是不是觉得自己又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语法在上面又更上一层楼了呢 大家不要自大啊 虽然来讲呢 适度的自大是可以的 好 那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课文讲文章了对吧 那么今天呀 老师就给大家再来讲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呀 也是主要告诉我们在意大利的一些学生生活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先跟着老师来一起读一下这篇文章 例えば 要知道了嗎? 譬如,要讀多了嗎? 當然! 如果一個人想超過的歷史, 要讀多了 通常出生了多了嗎? 在城市裡 在香港,譬如, 有很多學生 而出生了多了 但是,不妨想說 啊! 當出生了, 哪裡出生? 但是,不妨想說 但是,不妨想說 可以去玩 在城市裡 可以去玩 或吃吃吃吃吃 也有很多學生 為年輕人 好,不妨想說 要花錢? 要花錢? 不妨想說 看,不妨想說 不妨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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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妨想說 你認識她 Verrai que è possibile vivere bene con poco 好,那我们文章读完了 那这边呢,讲义上出现了六句话 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阅读理解 就根据刚刚大家在讲义里面看到的课文的内容 以及老师所念的这个对话 我们一起来选择一下这六句话到底有没有出现在课文当中 或者说这六句话里面所蕴含的这个信息 我们有没有在文章当中听到或者看到读到 好,一句 好,这句话讲的是 Jenny她询问这个信息 什么信息啊 关于Bologna大学教师的一个信息 docente的一个附属 那意思呢,是教师的意思 那这篇文章里面有没有提到他询问Bologna大学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呢 明显是没有 反正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相信了 这里面是没有的啊 好,我们看第二个 George dice 好,这边呢 他必须要学习,那么这也从侧面来证明了说 要通过考试呢,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要付出一定的努力 这个努力也就是说必须要学习 所以我们可以从侧面来推断啊 第二句话当中所印含的信息 其实是出现的 第三个 在所有的意大利的城市呢 人们晚上都不怎么出去 这句话好像老师觉得不对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的课文其实一大半都在讲晚上的一些夜生活嘛 但是这边说 所有意大利城市人们都并不是说经常的出门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出现的这个信息 好,我们看第四个 Di solito Cuando si es si va al cinema o al teatro 那通常来说 人们一旦要出门呢 就会去电影院或者剧院 Cinema和Teatro 我们刚才课文当中有没有听到这两个词啊 这样子根本就没出现对吧 所以第四句也是假的 Farsa 没有出现 好,第五个 In genere ci si diverte senza spendere tanto soldi 通常来说呢 人们花很少的钱啊 就可以让自己很开心啊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说过的嘛 最后不是有一句话说 Ci si diverte senza spendere tanto 就是说人们其实并不花很多钱 也可以很开心 这里有个词要提醒大家注意 Si diverte 动词原型 Divertir si 一个自反动词 是自己很开心 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那么这个信息呢 我们就姑且认为它是出现过的 有的 最后一个 Ala mensa si mangia bene 在食堂呢 人们吃得很好 这句话也是出现过的 Mensa就是我们说的食堂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六句话当中的最后四句 我们仍旧看讲究 这四句话里面老师用不同的颜色给大家标注出来一个比较特别的部分 就是 Si加上动词的第三人称变位 那这里的一个Si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Si es 第二个还是Si es Si va 第三个呢 Si si diverte 这个更复杂 还有这边有出现了一个Si 那这个Si是什么 后面这个Si又是什么 然后最后一个Si mangia bene 这个Si mangia里面的Si又是什么呢 好,那我们就先不用急着来回答这个Si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呢给大家布置一个任务 那我们就看着这四句话 请同学们想一想 这四句话的主语是谁 是我吗 还是你 还是他 又或者是他们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步 我们看动词啊 动词的变位 他是第几人称的一个变位 是第三人称单数他的一个变位 对吗 那么我们假设主语是路以他的话 那我们带到文章里面去 带到句子当中去看 就意思成不成立 比如说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A la mensa si mangia bene 那在食堂呢 他自己吃得很好 这个意思好像非常的牵强 毕竟是两个人在对话 他不涉及第三个个体嘛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确定的是主语并不是他 那我们这里主语到底是谁啊 我们这里动词可是都是按照第三人称单数来变位的呀 好,那我们接下去第二步就来找一找这四句话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个共同点这四个动词的结构当中 我们说了这动词结构都是第三人称单数来变位的 第二点呢 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c 诶,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个c的关系而导致说我们这里的主语并不是第三人称的他 而这里动词却要按照第三人称单数来变位呢 好,我们似乎啊找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啊 那接下去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c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c它不是一个字反代词 那这个c是什么呢 好,那老师就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出来 这个c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c impersonale 无人称的c 好,首先呢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无人称 一句话啊 我们刚刚这四句话当中看到了这个动词的结构 我们就叫做无人称 同学说老师你这不是废话吗 好,那我就再给大家深入一点点啊 什么叫做无人称 无人称顾名思义嘛 就是没有人称嘛 它没有一个所指定的一个人称 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他 也不是我们你们他们 就是说这个人称是一个不确定的 是一个泛指的概念 那用通俗易懂的中文来讲呢 这个无人称句呢 它表达的这个主语所指的对象就是人们 而在意大利语当中呢 这个概念就由我们的c来给大家引出了 所以啊,c可以引导无人称句 接下去啊,我们就来看一下意大利语当中 无人称句的一个结构 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随便找一个动词 那么把这个动词呢 按照第三人称单数的变位 然后呢,在这个第三人称变了位的动词前面 加上一个c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意大利语当中的一个无人称句 我举个例子啊 在意大利人们生活的很好 动词给出的是vivere 好,我们来看 人们生活的很好 vivere变位第三人称单数是什么 vive 好,那么我们刚刚讲说了 vive变位变完之后 在前面加一个c 那么就是c vive 好呢,bene in italia c vive bene 在意大利人们生活的很好 就可以了吗 我这里的一个主语并没有所指 是指一个泛指 没有一个特定的指定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就泛指所有的人 大家这样的一个意思 我就可以说 in italia c vive bene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无人称句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 那这样一讲 同学们是不是有一点眉目了呢 好,那我们解决了c这个问题之后啊 我们刚刚这个四句话里面 其实当中的那个倒数第二句 我们再来看一下 in genere c c di verde c pender danti soldi 这里面的c c di verde 里面的c 它又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好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无人称句啊 老师可以先告诉大家 它其实呢 是由自反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加上这个c来构成了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看 它其实形式是这样子的 这里这句话当中的一个动词是divertir si 我们前面讲过是divertir si 就是使自己 令自己感到很开心很快活 那么它的一个第三人称变味呢 是si di verde 好我们特别注意不能漏掉这个c啊 si di verde 那我要对这个来做一个无人称的话 就是说没有一个现金的主义 指大家都很快活的话呢 那我前面是不是要加上一个c啊 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规则 si加上动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味 那这个动词第三人称变味是si di verde 我们前面再加上一个c就变成了si si di verde 对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第一个c我们变成chi就可以了 那么这句话就变成了chi si di verde 那这里的chi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chi它其实也是一个c 但是呢 两个c不可以同时出现 第一个c就要变成chi 那我们看讲义上的这个公式就非常的一目了然了 si di verde加上si等语 si si di verde 然后又变成chi si di verde 虽然老师觉得很简单 但是呢 我也真心的认为 这是非常复杂的一种语法结构啊 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是有点比较难以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结构 但是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来 好 那我们这里的si impersonale 无人称的si这个问题呢 我们暂时先放一放 我们让大脑休息一下啊 来看一看这篇课文 它讲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容 好 第一句 Raconta un po come la vita da studente in Italia Raconta的一个动词语情 都是Racontare 叙述的意思 那么在这边 它用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命令式啊 命令式我们会在第十一个单元当中 都给大家介绍 那这边只需要知道就是命令式就可以了 Raconta un po come la vita da studente in Italia La vita da studente 学生生活 连起来就是在意大利学生生活怎么样呢 Georgio说了 Cosa vuoi sapere in particolare in particolare是一个短语 意思是有特别的 英语就是in particular 特别的 那 Cosa vuoi sapere in particolare 你想知道什么特别的方面呢 那 Geni就说了 比如说必须要很努力的学习吗 studiale molto就是学的很多 那用汉语正常的汉语思维的方式就说 学习的很用功嘛 嗯 Bizonia是一个什么 Bizonia动词原型 Bizonare是一个需要的意思 那这个需要后面加的是动词原型 Bizonare这个词的用法很特殊啊 那它呢 只有两种辨位形式 第三人称单数和负数 后面如果跟的是一个动词原型 或者是一个单数名词呢 我的Bizonare就按照第三人称单数来辨位 变成Bizonia 如果后面跟的是一个负数名词 那么呢 我这里的Bizonia也要变成Bizoniaの 所以啊 这个词很特殊 它只有两个人称 一个是第三人称单数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第三人称的负数 好 那就从这个Bizonia的引申出来一个名词 就叫做Bizonio 有个短语叫 Averre bisogno di 需要什么什么 那主语就是你我他 我们你们他们 以及各个人 比如说 我需要一本书 O bisogno di un libro 同样的啊 Averre bisogno di 后面也可以加动词原型 举个例子 我需要学习意大利语 那我这边就可以说 O bisogno di imparare italiano 好 那这句话连起来就说 比如说需要学的很多吗 Giorgio就说 Chiaro Se uno vor superare iezami Be deve studiare 好 Uno啊这边就是指一个人的意思啊 那么这边就按照第三人称单数来 变为 Uno vor superare iezami 一个人如果要通过考试的话 Se 如果什么什么的话 那么要怎么样 Be deve studiare 他必须要学习 这句话里面有两点要非常注意啊 第一 这边的这句句子 如果表示那么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是不需要出现的 我们想一想英语当中的if 是不是就豁然开朗了呢 好 我们接着看下面 E di solito Si es muerto 通常 这边呢 di solito 通常来说的意思啊 那这个solito呢 还有另外一个搭配 叫做 Gome al solito 那Gome al solito的意思呢 就是像往常一样 像平常一样 那通常来说 Si es muerto 这边的一个si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 Si in personale 无人称的用法 那这边的es 它的动词原型呢 是Ushire 出去 这句话我们怎么来解释啊 人们常常出去吗 好 那老师这边呢 就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 剩下的答案呢 我们下一节课接着讲 今天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老师自己也觉得非常多 我们今天既讲了一个上节课遗留的语法 又讲了一个新的语法 同时呢 也讲了一大段的课文 真的内容很多 可是我们的传统还是要延续下去啊 在进入到异国万花筒之前呢 一起来做一个练习 巩固一下吧 好 今天的异国万花筒呢 我们就顺着今天上课讲的内容 意大利人晚上常常出门吗 我们就顺着他讲下去 来谈一谈意大利的夜生活 在你们的印象当中呢 意大利的夜生活 你们觉得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会不会很有激情 然后又非常的内容丰富呢 其实刚刚到达意大利的时候呢 同学们会觉得意大利人是没有夜生活的 为什么 你发现晚上啊 商店八九点就关门了 然后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人人好像似乎都在家里 也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人 反正就是觉得人非常少 他们呢 也没有类似于我们的那种卡拉OK啊 桌球房啊 然后一些其他的娱乐场所 那么这些娱乐场所也其实非常少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找的话 也是能找到一些的 比如说 人们常常会在吃锅晚饭的时候呢 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那偶尔也会有在一些城市当中啊 会有保龄球馆 但是是非常少的 然后接着就是说 人们最常见的一个夜晚消遣的一个方式呢 也就是不外乎就是说去酒吧嘛 或者说去歌剧院听一下音乐会啊 演出啊 歌剧啊 以及看看话剧舞蹈之类的 或者呢 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个电影 但毕竟不可能每天都去看电影 看演出嘛 那人们需要消遣 还是说去酒吧 去discothek啊 怎么样子的 但意大利酒吧也分成很多种嘛 有上班的白领区的 也有学生专门去光顾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去酒吧 与其说去喝酒 倒不如说是一种交际吧 对于意大利人来说 大多数情况 大家都是呼盆唤油 成群绝对的 一起去一间酒吧 然后要上一杯酒 慢悠悠的站在门口 喝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呢 再换一家酒吧 继续点一杯酒 再喝很久很久很久 其实也不是喝很久 就是聊很久了 当然了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爱说话的一个民族 每个人都是话狼 比如说如果在一个学生城的话 也就是说大学城的话 那市中心的小广场 或者说酒吧聚集的地方呢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吵 虽然不时的也会有警察 在周围维持秩序 但是警察所做的唯一的事情 也就是躲在警车里玩手机 任凭学生们在那边喝酒聊天 大声的喧哗 其实老师有时候是非常心疼 那些住在酒吧街楼上的那些居民啊 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 像这样的一种状况 尤其在周末 就是周五周六晚上 都能持续到两点三点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除了去酒吧 我们刚才也讲了 可以去看看电影 或者说是去地亚特看看 各式各样的戏剧啊 或者说演出 那看戏剧 看演出 看电影 的确确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 我自己曾经有一阵 就是几乎每一周都会去一趟剧院 或者去一趟电影院 那么意大利的电影院 其实也特别有意思啊 他们也会按照不同的种类来区分 有一些专门只播放新片 有一些只播放老的片子 那么那些老片子的电影院 其实非常有意思 他们经常会组织 各种各样的一个主题活动 然后呢 在这个主题活动当中呢 寻找相关类别的一个电影 比如说末片黑白电影 那么这个主题活动当中呢 他就会播放关于电影 刚发明初期的那些阶段的 一些末片 那同时呢 也会举行一些 比如说 宫崎静的电影展啦 或者说 关于罗马的一些电影啦 等等等等 那也会就个别的一个导演 来做一个巡回的回顾 那说到剧院 Diatra那里面的东西就非常非常多了 有音乐会嘛 各式各样的音乐会 古典音乐会 爵士乐啊 Tango啊之类的 也会有一些歌剧嘛 那可选择的范围可是应有尽有啊 嗯 如果你去到当地的一个Diatra的话 你会发现真的是 跟电影里面看到古代的歌剧院是一模一样 除了我们在国内会经常见到主流的那种座位编排的方式 在剧院的一个四周墙壁上呢会落着一个一个的小房间 那就类似于小包间嘛 那你身临其境的话就有点类似于回到两三百年前那些王公贵族啊 带着自己家人晚上吃过晚饭 然后呢坐在包间里看着莫扎特的歌剧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的 那这边老师要插一句 其实并不是说周围包间里的位置是最好的 其实最最好的位置是底层楼底下的那些 类似于传统一排一排的这样编排的这种座位 那这种座位在意大利语里面叫Platia 那Platia的位置呢通常是卖的最贵的 往往四周的小包间看着很怀旧很复古 其实价格并不是非常的昂贵 因为呢坐在小包间里面 你的视角其实是受到限制的 会有一些死角并不能够完全看到舞台上每一个角落 可能会错过一些信息 然而坐在舞台中央的话 就是观众席的中央的话呢 你会看到基本上每一个角落 台上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啊我们在去剧院选择座位的时候呢 也要做出一个权衡吧 如果有选择困难症的话呢 那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到你们了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边了 我们下一次接着再聊意大利的方方面面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边了 吵吵